爹 醒醒 醒醒 爹 醒醒啊爹 爹 爹醒醒 爹 爹醒 孩子你爹怎么了 你爹怎么了 醒醒 爹 艾丁宝 艾丁宝 你别吓我 艾丁宝 艾丁宝 艾丁宝你 你醒醒 你醒醒啊 艾丁宝 快点 快带孩子走 astronauts 滤 飞 飞 走了 杨儿 给 你娘呢 被管你杀了 我也没娘 可是我有爹 你跟我们走吧 我们会照顾你的 为什么 这里是我的家乡 我不会离开这儿 我有一个姑姑 或许她过几天就会来接我 这小子不错啊 是不错 老舵 带走 爹 你别 他不想离开家乡 这丫头 爹给你找一个伴 不好吗 走 放开我 老舵 带走 我回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 小君 杨儿 熊儿 叶子 紫园 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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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 奇迹啊 怎么了 令郎气脉相当正常 肝肾功能强而有力 和前几天大相径庭 看来那个杜大夫 真的把他治好了 那他爹呢 为什么他儿子醒了 他还在昏迷啊 这个以杜大夫的实力 不可能出现失误 除非 除非故意 这个我不敢妄下定论 我只知道我们做大夫的 只会想着怎么去救人 而不会存心去害人 丹丹 丹丹 半头 丹丹 杜大夫死了 什么 杜大夫不是被谋害 是自杀 单凭他所用的药 就知道他是带着必死的决心 丹丹 你说他会不会是畏罪自杀 或许他是被人逼的 他过不了自己的良心 所以 不用担心 我们来了 军大叔 是的 你没事了 军大叔 有你娘无微不至的照顾 怎么会有事呢 娘 儿子 跟你们说 我们见得无法天了 跟他说买回菜市场 一切搞定了 菜市场还属于我们呢 真的 小爷 其实你根本不用买 别说那张遗书不是我写的 就算真是我写的也不管用 菜市场那块地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菜市场不是你的 不是 是爱公子的 爱公子不想让人家知道他那么有钱 所以就把那块地的管理权交给我 前段日子我不是要见上那个盐腾吗 也是爱公子的主意 他是希望大家在更好的环境下干活 本来我想加点苏金把那个成本追回来 最后爱公子还是反对 那我现在懂了 有人看中了菜市场那块地 一直以为那块地是属于金大叔你的 所以就暗算你 后来才发现原本的拥有人是爱丁堡 就在这个时候传出了我儿子得了血症 那个人就从宫里面找了杜大夫来 目的就是要弄死爱丁堡 也趁这个机会 以金大叔的名义伪造了一份遗书 把菜市场卖掉 这么说 这个人会是谁呢 还能有谁 当然是那个张军夏 张军夏 原来就是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情 那可是杜大夫是他的同谋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肯定是有把柄在他手里 所以只能听命行事 他本来想趁着换血的时候杀死爱公子 当他发现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后 被感动了 所以治好了我儿子的病 也对爱丁堡网开一面 可是他知道张军夏 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所以 我儿子的病人 这个推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 从头到尾都是我不好 引狼入室 照这么说呢 艾公子应该不会死 狄生乖啊 回去睡觉 淘姐抱歉睡觉去啊 睡觉去啊 乖 真好 姑姑 丹丹 艾丁宝呢 宝宝醒来以后啊 说她没事了 就去衙门找你了 你没看到她 没有 大人 您这次实在是奇差一招啊 竟然没有算到卧龙镇的原夫人 她会不惜功本 出几倍的价钱买回那块地 金贵祥又能够证明您伪造遗书 这事要是惊动朝廷 那可就大了 张大人 张大人 这帮人实在是太难产了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不如放弃 另选塌地啊 放弃 怎么放弃啊 如果放弃的话 咱们怎么跟大总管交代啊 这说的也是啊 这刚跟大总管汇报 现在又突然变卦 他老人家 肯定会生气呀 放心吧 我这儿啊 还有一招呢 什么招啊 你不要太着急了 宝宝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脱不开身 你就不要为他担心了 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有事 我一直低估了他的能力 其实从各方面来讲 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怎么能把自己的相公比作对手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在很多事情上面 他都比我优秀 三年了 兜兜转转 结果 我还是输了 丹丹 婚姻这事啊 不是一开始 就能注定会有好结果的 俗话说得好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整年 说的就是个原字 你不用为自己的过错 而自责 还有相爱的人啊 不会因为一句话而分手 也不会因为一次不忠 而百次不饶 会在风风雨雨中 慢慢地成长 等你回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获得了最珍贵的爱 我跟他 不是那么简单 有时候想想 这世界真大 就像我和你莫大叔 我们二十几年前 就喜欢上对方了 就是因为判断为情 而错失了宝贵的二十年时间 有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又很小 等你转了一大圈 回头一看 你会发现 那个人还在那儿 等着你呢 原来你们二十年前 就已经相爱了 你说呢 丹丹 姑姑正想跟你说 人这一生啊 碰到一个心仪的人 不容易 所以 你一定要珍惜 抓住这个机会 太难了 怎么了 你不愿意接受宝宝啊 怎么会呢 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没他这个当爹的好 作为妻子 我没他那么心思细密 一直以来 我的心里面只有我自己 而他 他一直在默默地 承担着所有的责任 一直保护着我们母子俩 你看 嫁给宝宝多好啊 你知道就好 可惜 可惜什么 丹丹 扳头 你找到他了吗 找遍了整个卧龙阵 都没有他的踪迹 就像人家蒸发了一样 这宝宝到底去哪儿了 艾冰宝 你肯定又在以自己的方式 保护卧龙阵 你肯定又在这样啊 最后可以 你的復局 我可以 我什么时候 看你 有什么时候 我直接看你 想像你